現在台灣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 比如說貿易經濟 我覺得就是卡在外交吧 因為其實民進黨很排斥中國 讓我們外交變得不太穩定這樣 一直以來都是政治 我們政治現在是走不出去 但是有慢慢的在越來越好 而且很多很多地方 就是我們以一些比較軟的外交 然後再跟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建立一些連結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 但是也是沒有人知道再來會怎麼做 然後我們現在也只能 以這種方式繼續下去 現在台灣在國際上面的定位跟處境 是屬於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比較好吧 但是還是很危險 就在亞洲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的國家吧 現在來說的話 就是一個還沒有主權的土地 我覺得台灣在國際上的定位 還是要從經濟著手 用我們的軟實力 進而基於軟實力 建立我們的硬實力 那現在大陸這個經濟一直在成長 那台灣你覺得還會有機會嗎 可能就如果是民進黨當選的話 可能就看他們要不要改變一下 他們現在的政策 我覺得機會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創造的啦 就可能要掌握先機才會得到那個機會 就可能我們要去研發 別人還沒有的技術或之類的 台灣經濟太難了 因為我們市場太小了嘛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就把 就叫一堆人去做就好啦 那個是沒辦法改變的 當然是經濟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 你有在做錢沒有用 我不覺得大陸會永遠的崛起 因為我覺得一個沒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 是不會成為世界大國的 那你知道中美貿易戰在戰什麼 在戰表面上是關稅 類似用經濟在在互相互相比賽的那種感覺 貿易戰就他們他要扣他了什麼稅 他要扣他了什麼稅 我覺得貿易戰只是一個手段而已 最主要呢是川普現在他是反中政策 因為他的口號是為美國的利益 那確實中國在這幾年來 他的崛起確實是跟很多歐美的大國 侵略了他們的經濟利益 那這樣繼續站下去的話 台灣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覺得繼續站下去不是台灣 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但是這種站一定會到一個停損點 它一定會停止 因為到時候不停止沒有停損點的話 兩敗都輸 很多商家都在大陸有工廠 還是做生意的 我想那個影響最大 可能很多人會失業或之類的 全球的經濟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 台灣的未來必須要維持現狀 統一還是台獨 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好難喔 一下子要講這個問題不太行 感覺這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確定的 可能還是要看國際的警示 才可以確定我們要怎麼走 那你認為台灣未來的走向發展會怎麼樣 維持現狀 統一還是台獨 我覺得維持現狀比較有可能 因為你不可能統一中國 你也不可能台獨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台灣是靠美國的 從蔣介石以來就是這樣子 外交方面要比較跟中國 接觸 可是 台獨的話 我覺得台獨不太需要 因為如果 真的要搞台獨的話 大陸可能就武力鎮壓 然後也是對台灣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我覺得要獨立啊 因為我覺得 這塊土地上的人文 然後歷史 語言什麼的 然後包括我們的文化 都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能夠有所區隔的 即使我們可能 講的語言很類似 但他們可能就是有他們強調 我們有我們的 那 也許我們的祖先是從他們那邊來的沒錯 但是 就是我們在這一塊土地上面成長出的是自己的方向 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就是 需要做一個區隔 這樣 我覺得 就像柯文哲講的那樣是 現在都不可能 雖然他 他說同族是假一題 這個有在商榷 但就是說 確實現在是不太可能這樣 現在就比較維持現狀 當然我是 我是比較支持 獨立的啊 確實現階段沒辦法嘛 但是我們會 繼續想辦法慢慢往內部走 我們不可能 被他們統一 除非啊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要 真的要跟對岸統一是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們民主化 當他們是自由的時候 然後經濟發展又很好 那我們可以來重新想想這個問題 是否要跟他們是一個國家 但是 現在這個條件不可能 尤其是香港現在 現在這麼亂 然後就我們知道一國兩制什麼都 沒有自由 假設今天日本好了 說 台灣屬於他們的一部分 然後叫我們大家都當日本人 我覺得台灣還蠻多人會統一的 就類似這樣的意思 你為什麼會比較想支持台獨啊 因為現在中國 中國給我們大家印象 非常不好 給我的印象非常不好 中國在世界各地塑造形象啊 那些就會讓你不想要成為一個中國人 而且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對其實就算 中華民國這個詞 其實是 非常陌生的 你知道 都是我們從課本上學到 但是 除了在學校學到的知識之外 我們會覺得說我們跟 中國那邊是有很大的落差 不管是在思想還是文化 各方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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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